大家好,我是陈平,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新生产的电池驱动排烟机 这款排烟机用作特定区域的排烟通工 排烟机由防护罩、合体、桥角度总成、LED显示灯 工业、护防护罩、电机、电池组、控制面板、电源接头、肩带、起手 电机公平600瓦,电机电压48V,电池容量12.5A 全速运行时间50分钟,60%速度运行时间210分钟 叶轮直径420毫米,最高转速2300转米分钟 外界电源220图,防护等级IP66,排量右线到29700每小时地方 工散调整角度,负90-65度,分为吸打和选配水无发生器、泡沫发生器、风管 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操作流程,拉开敲角度总成 然后让它涉叶恢复整颜位 你在使用的时候,拉开敲角度总成 拉开的时候,松一下,然后洗脑,擦擦一针 然后这个敲角度成功 再来一下,放开,打开声音成功 这样一直可以调到7档,对后档的时候就7档 可以这个角度,这个角度呢,可以使用VV空间 类似于井口的排液通风 然后现在我们拉开总成,让它涉叶回原位 现在我们启动机器 按钮按下去 然后这个是电量调节指示灯 这个是风扇开关大小调节 百分之二十,百分之四十,百分之六十,百分之八十,百分之一百 我们现在通过压炮,再增加风扬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六十 好了,设备关闭掉了 这里是电源机头,电台 通过单用220伏电,可进行大队大充电 现在的电源是来自制作的